各位同学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啊 接着往下面讲 上节课呢我们把这个 第二种实现现成的方法 给大家伙讲了一下 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面看 我们的内容是什么 好这个问题呢就 有点多多少少刺激到一点并发的问题了 咱们前面的这个作业啊 前面的两个题啊 我们都是启动了一个现成 你你比如像这 我们启动了这个这个狗 这个现成 这个这个案例里面呢 我们启动了猫这个现成 可是呢我们并没有同时 让两个现成同时跑 实际上到这个地方 它仍然是个单现成的程序 可实际上呢 在我们更多的情况下啊 我们更多的是两个现成 或者是多个现成同时运作 那就现在呢 我们就出一个 再做一个关于现成的练习 加深对多现成的认识 现在呢我们的要求是这个样子的 请编写一个程序 该程序可以接收一个整数N 创建一个现成 创建现成啊 一个现成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计算从一加到N 并输出结果 这样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现成 它干的事情跟前面不太一样 它每隔一秒 在控制台输出 我是一个现成 正在输第几个hello world 这XX要用具体的数字来显示 这两个工作呢 我们要求同时定型 你不能说先把第一个工作做完了 再来做第二个事情 不允许 它两个工作要同时完成 好了 这样子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两个现成 用它同时来跑 同时来运作 这是我们的一个多现成 多现成 好现在呢 我们就来讲这个案例 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案例 各位同学来 我们一起走一走啊 先咱们打一个包 打一个包 come.task3 先把这个不需要的这些文件啊 怎么样 先把它这个保存一绑 现在我的案例就是 Demo10 下滑线3 把这个勾上 我们看看这两个现成同时跑 怎么做啊 两个现成 同时运行的案例 应该不会太难 现在你听肯定能听得到 就怕最怕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用到实际项目里面去 大家一下就傻眼了 现在我见两个动物 一个是Bird 这个鸟呢 我们现在都用Etherment 来做了啊 对了 我这还多说一句话 就有个动物说 老师既然你现在可以用 继承的方式来开发现成 也可以用实现的方式来开发现成 那我们究竟选哪个方法呢 我的这句话是 如果说没有做任何要求的情况下 你尽可能的用实现接口的方法 来开发现成 这个道理我不说 大家也就知道 因为你用实现接口的方法来开发现成的 至少给你留了一个继承的机会 你躺着用12的去做的话 你想一想 假如突然你这个类要继承一个类 你就没戏了 你用实现的方法 你扩展的机会很多啊 所以说我们就这样说的 后面我们还会强细的介绍 这两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好 我现在就用run label的方式来做了 找一个 那当然我现在要重写run函数 我让这个鸟干什么呢 我让这个鸟啊 去算数学题 我让这个鸟来算数学题 那么这个鸟呢 肯定他既然要算数 让他来给他有一个n 让他接受一个n值 好 那么我写个构材数 public bird pard 然后呢 anti n 那么传一个n进来吗 那很简单的 z点n等于n呢 很轻松 现在让他在这里计算 他的 他要干的工作 就在这个wad里面来做 让他每隔一秒啊 把这个结果算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最终这个结果肯定要计算一下 就是times 就是结果 res 那么我现在就用for循环 不能用for循环 每隔一秒算一次吧 干脆 别让他算的那么快 算的太快了 我们看不到这个效果 算不到 看不到这个效果 所以说我先 catch一下 让他每隔一秒算一次 每隔一秒计算一次 休息一秒 然后呢 做算数体验 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res 加上等于 对了 这地方还有一个麻烦事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个值 来来计算他的计算的次数 times 大家看我这样子做 times 加加 看这样子应该能看懂 我把它写到一起了 就是 加加完了和这个res 相加起来 那我判断 如果 这个times 它等于了 这个n 就说明它什么呢 它已经加到 从1加到n 这个字已经算出来了 大家看看能不能看懂 那我就打一句话说 最后的结果是 这个最后 算出来结果是 最后 结果是 那么我把这个res输出即可 当然输出完了 过后你就来个break 跳出这个 跳出这个循环 那么为了能够看这个效果 我这边打一句话 就当前结果是什么 大家就看到这两个工作 它是怎么运行的呢 交互 交替 来运行的 我说 当前结果 是 多少呢 加上这个res 即可 好 各位同学请看 现在基本上 我们这就写完了 这是算算数题 算算数题 现在我们再来做 让一个别的动物 这个是 打印hello world 这个动物呢 我准备让谁来做呢 让这个一只猪来做 这个猪呢 它比较笨一点 它不会算算数题 其实啊 猪的质力 比狗还高一点点 猪其实很聪明的 public void run 所以每次杀猪的时候 他就会叫 猪其实很聪明 你不相信你去 你慢慢去 好像现在有些 有些外国人喜欢养宠物猪 你都不养狗了 人家不遛狗 遛猪 养大了还能吃 好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run函数 让他干什么呢 让他输出那么多次的 这个hello world 来走一个 同样道理 咱们也来 一个time 来控制一下啊 让他干什么呢 也是外循环 我们主要是来看一下 主要是看一下 它是怎么交替的 把原理先搞清楚 同样道理先sleep一把 因为你不睡 你不让他sleep啊 这个动作 瞬间就完成了 我们基本上就看不到 它是怎么 怎么完成的 那休息 休息一秒钟 好 打印出一句话 就把这个times啊 加加 然后打出第一句话 就说 我 我是一个县城 干什么呢 正在 在输出 输出第几个呢 干 第 我 加一下这个 n 不是n times 正在输这么多 个 hello word ok了 那当然这地方 因为你加完了 你比较多一个判断了 说一辅 times 等于了 多少呢 等于它输出这个n 那就说明它完成了 推出来 好 一个猪 一个 鸟 它们现在呢 要同时来做事情 那大家看我怎么做啊 首先呢 我们先创建一只猪 pig 走 好 创建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创建一只鸟 bird 等于new bird 好 现在呢 我们将其启动 t1 我们用t1的线程来启动 租这个要做的事情 一个线程呢 哎 这个地方出了 又要传输啊 出 对了 出这地方还要叫一个构造函数 再传进去一个public 这个p一个int n 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很轻松了 又写了一段代码了 再传一个十吧 它们别整那么大了 十 第二个线程呢 这 bid t2 等于new 用这个线程来带动我们这只鸟 好 启动 t1.start t2.start 好 大家们看很清晰啊 创建了一只猪 创建了一只鸟 然后启动了 创建了两个线程 用第一个线程呢 来承载猪这个 视线的run label这个类 那鸟是下面这个 然后分别启动 好 我们来看看它是效果是什么样子 其实大家果然也可以猜一下 它这个工作 我们可以猜到它可能是交替完成的 来看一下 请大家看 你看 当前结果是多少 我是一个线程在输出 你看他这一边在计算 一边在输出 而且感觉是你做一下 我做一下 但也未必 大家看到没有 各位同学 他这个先计算了一次 然后呢 输出了一句话 这个计算 肯定是那个鸟 鸟在做了 鸟的一个线程在做了 计算 这个打出线程时 猪的一个线程在做 那紧接着他又计算 他又输出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一定是交信的呢 未必 你看这 也就这地方可以看出来 有效果 你看这地方 他算了一次 密码又 这个怎么能看出 他未必是一次 这个刚好我们休眠的时间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休眠时间 大概都是一秒 所以我把这个时间 稍微的改动一下 你看这个动作 它就不一样了 你看 这个刚刚在这个计算 第一次计算的时候 这个输出的工作 基本上就快完成 最后一次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确确实实是 跟他休眠时间密切相关的 但是呢 当 就说你这个 但是是不是每一次 一定就这样子呢 也未必 就说他究竟什么时候完成 什么时候完成这个事情 什么时候调度啊 这个控制权 已经不在程序员手上了 你是控制不住的啊 你这方 你是控制不住的 这点呢 我们需要大家明白一下子 让大家明白一下子 OK 所以我们接着往下面 接着我们往下面讲啊 接着往下面讲 两个县城的交互运行 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 那么我这啊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个县城 它的运作关系 多个县城同时运作的关系呢 我这就举了一个案例 我怎么举案例呢 就好像说 小时候 大家看这个 齐全大成孙悟空啊 就觉得很神奇了 我们就认为这个孙悟空 是个主县城市的 他干嘛呀 他用个猴毛 变了一只小猴子 让他去扫地 他也可以用猴毛 变一个小猴子 去摘果子 这两个人 他们各自完成自己的事情 可是有一个 待会呢 我们要提一个问题 这两个县城 一个扫地 一个摘果子 当然不涉及到 这个并发的问题了 可是 如果在某些情况下 这个小猴子 和这个小猴子 要做的事情 他们要去同时 争夺一种资源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 县城 同步的问题 待会我们会想到 给大家讲这个问题啊 那么 把这个实际的这个比较呢 拿到这来就好像说 主函数 主函数这个主县城 可以创建一个县城去计算 也可以同时创建一个县城去打印 这种一种感觉 但是一旦创建好了过后啊 你就已经控制不住它了 言外之意就说 一旦这个县城启动了 那么这个县城 何时完成任务 已经不再受你这个主县城的控制了 这边我希望大家应该有所体会 就好像说什么呢 比方说 这韩老师 韩老师呢 让我们班了一个同学去 买苹果 让另外一个同学去 买那个买买饺子 这个呢 我要去买了 过后这个时候 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之位了 他只要把东西给我带回来就可以了 他距离什么时候完成 我已经控制不住他了 好 这个权限已经交给操作系统去控制了 这也希望大家注意 咱们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 这个地方呢 我谈了一下 既成stride 和实现runner的区别 那我最有一句话 最有一句话 从伽纳的设计来看啊 通过计程stride 或者是实现runner的接口来创建县程 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和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大家伙如果留心的话呢 你可以从这个JDK帮助文档 我们可以看到 stride的类本身就实现了runner的接口 我们来 我们可以来看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子的 就stride的这个类啊 它本身就实现了 那个runner的接口 因此他们本身就是一家人 你看我看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看 stride这个类 实现了runner的接口 因此他们本身就是一家人 本质上没这么太大区别 但是如果有 一定要说他们有什么区别的话呢 我总结几句话啊 大家看 第一句话 尽可能的使用 实现runner的接口的方式 来创建县程 这点是希望大家记住的 第二点 启动方式不一样 如果你是使用 stride的这个 继承的方式啊 只需要这样去启动一个县程 非常简单 留一个这样的县程 然后start一下就可以了 两步搞定 那你如果是使用这个runner的接口 那你首先先 留一个这样的实例 然后呢 再把这个放进去 再把你这个 留这个实例 放到这个stride的这个参数里面去 最后啊 再启动 就是test 点start 这样来启动 希望大家这块要明白 就是启动的方式不太一样 启动的方式不太一样 好 紧急着咱们往下再看 就是一个实际运用 我相信大家讲知识点呀 绝对大家都没问题 啊 这个东西忒容易了 那谁听不懂啊 好 我们看看路由同志是怎么说的 路由宋朝的这个南宋的一个伟大的诗人 他说了一句话 至今让我耿耿于怀 什么叫耿耿于怀 让我记忆犹新啊 让我这个天天都想着这句话 这纸上得来 终觉前 绝之此事要功行呢 大家听知识点 绝对听得倍儿清楚 但是呢 我们要 我们现在啊 就准备 嗯 实际运用一下了 实际运用一下这县程 那么我们把这个坦克大战游戏啊 在这个基础上加这么一个功能 当玩家按下一个结键的时候啊 就发射一颗指段 向他的目标打过去 我们就完成这样一个功能 那这个版本呢 可能要升级了啊 不是老是这个1.0版 感觉没什么进步似的 好 我们就来实现 注意看老师的思路来了 好 各位同学 我们首先啊 把我的这个上午写的这两个文件 怎么着 我把它拷贝过去 我不在原先这个基础上改 为什么呢 改了的话 改的改的自个儿都乱了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领程 领程碑 重新再开一个包 看我们点 Test4 把我的文件粘过来 粘过来完了过后呢 我把这个文件名啊 改成我们第三一个 相当于我们增加第三个部分的功能呢 改一下 Rename 这个Eclipse很强大呀 他发现你改了过来 提示你 有些东西是不是要一起改动 当然要改动了 分离一下 他把这个类面包面 统统一系列就给你改完了 我还这么还不对 哎 包面不一样 怎么他 哦 改了改了 改了啊 他把整个这一套都全部改完了 好 我们来看 从目前来看呀 我这个项目呢 就是我的坦克大战呢 这个坦克 可以随便的移动了 可是很遗憾 就是这个坦克 他不能发射子弹 现在呢 我们让他可以按一下截这个键 一颗子弹就飘出去了 这个怎么来实现 我们首先来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子弹可以自动的跑 你看 现在坦克 虽说可以跑 但是呢 是因为你通过按键来控制的 所以说这个 你可以不用现成 可是子弹呢 它是你按下键 它就自动往前面跑 所以说我们认为 这肯定要用到现成 肯定要用到现成 而且按照甲娃 命中对象的思想 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 请看 一颗子弹 假设是我们的坦克 坦克是个对象 是吧 敌人的坦克 敌人的坦克 也是一个对象 我就用这个方块代表敌人的坦克 那我们这个子弹呢 它当然也应该是一个对象才对 你想 这个大家伙应该能想出来 大家伙应该 表达这是个子弹 啪从这儿打出去了 就是一个子弹 这个子弹 这个子弹呢 不要小看 它就是个子弹 它也是个对象 为什么它是对象 因为它有速度 它有坐标 它有颜色 它有形状 那它肯定就是一个对象 因此我们认为 子弹也是一个对象 这是我分析的得到一个结果 它不但是一个对象 而且它是应该是个现成 它应该 对象当然就对应一个类了 它不但是这个类 而且它是一个 可以当做现成来运用的类 而且它应该是具有现成这个功能的 它可以自动的跑动 它有现成功能 好了 好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做这件事情了 分析得到结果 打开member 因为我认为子弹也是种素材 好 开始写了 子弹类 glass 名字呢 short 这个子弹会不会是一个 是一个现成呢 想一想啊 子弹 子弹会不会是个现成 先先定一下啊 定的x 定的y 先做一个构造函数吧 z.y 它都有坐标了 它都有坐标了 我想一想啊 子弹如果向前移动 打出去 它是一个向前就划出子弹 子弹如果不是一个现成的话 到底问题不是很大啊 子弹如果不是一个现成 到底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把它改动呢 呃 先暂时不做成现成 做成现成可能会比较 做成现成可能大事 两个现成一起上 可能大家会觉得吃力 大家看 反正现在有两个坐标了啊 有两个坐标了 有一个x轴和一个y轴 一个x和一个y轴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子弹 它是属于谁的呢 显然 这个子弹啊 它应该是属于某一个坦克的 于是呢 我就认为子弹 子弹是在 HERR这个里面 我认为这个 是HERR的一颗子弹 我认为子弹是它的一个属性 因为它子弹是从它这发出来的 大家先听一下啊 子弹 那么子弹呢 我就这么确定 Shot S 我在这一地方去猝死化它 为什么在这猝死化它呢 因为我们知道 子弹它应该和这个 和这个坦克呀 和这个坦克它的位置应该是相关 你不能说 我按下截这个子弹 从 从另外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打出去 太可怕了 你按的就 比如说坦克在这个地方啊 比如我们坦克在这个地方 结果子弹 啪 从这儿打出去了 那太诡异了 这个 所以它应该和它这个 这个坦克的坐标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的了 按一下啊 按一下 我们看看 最好是单开 嗯 最好是在这儿 那这个坦克具有一个什么能力呢 就是发射的能力 Shot 开火 不开发啊 开火 开火呢 我认为它是一 是这个坦克的一种什么呀 是它的一种一种 动作 是它的一种动作 那我就 Public Public Void Shot Anim 向敌人 发射子弹 它一旦发射子弹呢 哎 那我就创建一颗子弹 我就可以创建一颗子弹 我留一颗子弹出来 这个时候六颗子弹呢 我就把这个英雄的 就是我这个坦克的坐标啊 想办法给它放在一起 它这坐标怎么办呢 你看看啊 这个子弹的坐标 那就是 X 这个子弹 是不是跟它有方向关系啊 这个子弹 它的坐标要取决于 当前你这个Hero 它是冲上冲下 还是冲着冲右的 好 我们现在这一种 必须要加个 什么 Switch 好 大家看 SWITH 我把这个英雄的 Direct 取出来 这是点Direct 取出来 我现在判断 Test 您 如果我们这个 坦克啊 它是冲上的 如果它是冲上的 那么 我们这个坐标就这么去修改 我 我 你 小 难道那帮人的耳朵都不好使 这 这到底不怕 把小孩的耳朵给挣坏了 这样倒是 那样事情那么大 肯定大家都睡不着了 绝对睡不着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判断一下 这样子的话 这个这个子弹的坐标怎么设置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创建一颗子弹了 好 我们这样创建一颗子弹 子弹 我们看看 它一旦按下去的话 Shot 那么这个子弹的坐标 S等于 又一颗子弹出来 嗯 根据我们这个绘图啊 大家应该能够能够猜出来 它大概是怎样画的啊 我们来看看 因为它这个向上的一个坐标 原来的这儿 它的子弹应该是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的横坐标啊 咱们就 X加上一个10就够了 Y坐标不变 X加上一个10 Y坐标不变 呃 Case1 Case1呢 就Sμ一个 在这儿来μ一个 因为你现在要取决于这个坦克当时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没办法 1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啊 如果是1的话 它就相当于它是冲哪个方向的呢 它是冲这个方向的 我们再来看 这个就有点 离得有点远了啊 大家看 它只能在这地方来 我们先看看 X坐标就应该加上一个30 而Y这个坐标呢 加上一个10 好 一个30 一个10 所以 你不难的话 到底那个子弹跑出来很拐异的 X加上一个30 Y 加上一个10即可 搞定 再来一个2 这个2就说明这个 它是向下面跑的 你再来看 呃 它是向下面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坐标怎么走啊 在这儿可以看到 那就是X啊 X加上一个10 Y加上一个30 X加上一个10 Y加上一个30 OK 没问题 呃 这样子玩了过后啊 我们 我们再来 就就break啊 这种 不要不要忘了break 上面也有一个break 忘了 对 X Y 再加30 是吧 好 最后一个就是 3 这个3 那就应该是 向左面的 左面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怎么画啊 左边的话 就这个点 这个点的话 X就不用变 Y加上一个10 就可以了 好 X 不用变 X不用变 Y加上一个 多少 10 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 大家伙儿想 我这个方法 会不会有些小问题啊 如果我这么去做的话呢 这个坦克永远 只能有一颗子弹 你不相信你待会儿发现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没关系 我们待会儿再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成一个向量 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我说只有一颗子弹 你看 因为你这地方 只有一个对象嘛 所以到时候这个子弹 你会发现很奇怪 一个现象 但是没关系 我们待会儿 就是让他办一下 这个错误 再再强调一下 这个项链的重要性 这个地方 我们永远只能 有一颗子弹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没关系 好 现在呢 这个short ending 这个动作就有了 那么有了个动作 我们看这个子弹啊 肯定就会被创建起来 我们现在 看什么时候 创建这个子弹 是合理的呢 就是当这个用户 按下节的时候 咱们创建这个子弹 对不对 对了 好 我们现在呢 就这样的 回到这个页面 找到我们这一个 K Brice 这个地方 找到这了 我们这边加一个逻辑 它前面啊 都是判断 它是向上向左 向右 向下 这些动作 这些动作 那现在看看 它是不是 判断 玩家 是否 按下 结件 那我怎么知道 它按下了 结件都没有呢 干脆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加个else asif asif 加一个asif 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动作 写到这儿 arg0 点 get kcode 坦 倘若等于 k even的点 vk 下滑线 什么 k 对 结 然后 就说明 这个玩家呀 这次干什么呀 他按了一个结件 他按了一个结件 过后呢 哎呦 这地方 这样子加 要是一副 会不会到时间 会出现一个小问题 就是 到时间 他如果两个件 同时按的话 只能选一个件了 他一边跑 一边发子弹的 这种几率 小一点 干脆这样子吧 单拿一个eve 出来判断 单拿一个eve 出来判断 这样可能会稍微 好一点点 就直接 因为这个 我们知道 asif 它有一个致命的毛病 就是进入到一个 入口里面 他不会判断 第二个入口了 所以我单拿出来 这样子可以 一边跑 一边发子弹 你不相信 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一直按着w键 你按结件 可能他就不出子弹了 因为我们说到asif 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 就是找到一个入口 不会再判断第二个入口 好 这样子做的会好一点 好 现在如果说他按结件 就干什么呢 开火 那开火当然就应该是 我们这个hello了 我们这个英雄 编 short enemy 这个short enemy 各位同学知道 他一进去过后呢 你不要管他了 这个short enemy 你就会导致 哪一个函数的调用呢 这个函数的调用 而这个函数很聪明 他不是乱去创建 那个子弹的位置的 他就是 0 他看的是01 他创建一颗子弹 对不对 所以很聪明的 因为这个坦克 在运行的过程中 他这个方向 是在不停变化的 所以说你也不用 不用担心 一会儿是不是跑错了 跑什么 他不会的 好 我们接着往下面看 现在坦克 这个开火啊 动作完成了过后呢 你就可以增加一个功能 就是绘制我们的炮弹 在哪里绘制呢 回到我们pand函数 在这里 现在我把这个绘制炮 绘制这个 绘制这个 我的子弹呢 放到这儿 就画出子弹 画出子弹的话呢 你不能上来就画 你先判断 这个子弹 有没有 if 什么呀 hero 点 short 是不是 不等于空 那老师说呢 有些人说 老师 你为什么要判断 是不是等于空呢 各位同学 当一个坦克刚出来的时候 你没有按这个节的时候 他的子弹是为空的 你如果上来就画的话 你不加 不加判断 你就上去画子弹 这个子弹都不存在 那肯定会抛异常的 所以你这么应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判断 好 现在你就可以画子弹了 这个子弹呢 我们先简单画一个 照 就画一个 就画一个 做一个最简单的 就把这个取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坦克英雄的short 里面的这个x值 因为这个坐标呢 我已经把它定好了 说到我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点y字 也可以用那个get的方法来取 那么这个呢 我画最简单就是11 其实就是一个点了 这个点可能有点小啊 可能有点小 可以了 让我们试试看啊 我们试试看这个功能是否已经完成了 同志们请注意观察 请注意观察一个很微小的差别 现在没有没有点啊 现在我打一个节 出来一颗子弹了 看到了一点了吧 你从学都看到了 你看 这就一个点出来了 如果我换一个方向 我换一个方向 那颗子弹还在呢 看到没有 我再打一个点 再打一个节 大家看到没有 又出来一个点 那个子弹就没有了 我说的 因为我们只有一颗子弹 那很遗憾 就是你按一个 那个子弹就没有了 再按一下 你看那个子弹 现在就看到很明白了 我再按一下就节 那这个子弹没有 这个子弹又来了 我在稳定面走 好 那么这个至于这个子弹 怎么让它有多个子弹 我们待会来说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子弹不跑 这是让我们比较痛苦的事情 它应该有这样一个反应 我一按这个节啊 这个子弹 就往上面跑了 那这个怎么做到呢 这个怎么做到呢 这个地方就要让我们来好好想一想了 怎么让这个子弹跑起来呢 怎么让这个子弹跑起来呢 这个地方就是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了 你要让子弹跑起来 最根本的这个 最根本的这个动作啊 是要在这个地方 让它的子弹的坐标不停的得到修改 那怎么让它得到修改呢 这个地方 好了 现在啊 我就准备这么去做一件事情了 各位同学 我个人认为 这地方咱们还是要把这个子弹做成一个 没办法 做成县程 我们做成一个县程 只要这个子弹 只要这个子弹 一旦怎么样呢 被创建了 我们就根据这个子弹 目前这个方向啊 不停的修改它的坐标 就应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思想怎么写的啊 呃 不要睡觉了 implement 我实验一个run level 不要睡着同学在那去站一站啊 站一站 站一下 然后从那个窗户跳一跳 OK 绝对 好 这个run还是就出来了 那么我现在就要 现在问题就比较麻烦 就是说 我现在必须要指单 要知道这个 这个指单的方向 指单的方向 说说我现在除了这个地方 我应该再让他传一个直径呢 就是directory 我发现我代码刚才写的很不对 那有个老师你也会写出啊 很正常 每个人在写代码的时候 他不可能一步到位 在这个过程中 进行一个修改是完全正常的 我写到这儿 directory 因为我发现我需要这个方向 我才知道这个子弹怎么跑 出实话不用管它 上来过就是 这十点 directory 等于directory 好了 有用的老师 你这样一保存 肯定会出错 哪里会出错 这地方为什么会出错 他会说这边出错 大家看 这还在下面 大家看这 我们来创建这个子弹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传方向的问题 那方向很好传呢 你只要直接放点个零 因为我这已经判断是零了是吧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应该是一 这个应该是二 这个应该是三 我相信大家听起来 现在还没有觉得乱 好 现在呢 我再回到这边 它就没问题了 可是呢 因为你这个地方 这个子弹一旦被创建 他立马就必须要运行 你不能说这个子弹 创建起来 我等一会再跑 你不能说有一个人 打一打一颗子弹 啪打出去这个子弹 等十秒再往前面飞 不可能的 他一旦创建 立马就要飞起来 那这个好办呢 太容易依赖了吗 各位同学请看 我来一个处 我现在判断的方向 就就不停的修改他的值 又说也是switch了 SW switch true 不是不是 这是这个 这个directory directory 这个子弹 因为它这个run函数 肯定是这个 构造函数先掉用的 所以说是case case名 说明这颗子弹 它现在往哪个方向飘呢 上 子弹向上 case1 说明子弹 都写完吧 case3 向上 向上的话呢 各位同学可以考虑到 实际上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什么字改变呢 就是y减减减 就可以了 但一想到这儿 我们会发现 这个子弹也应该有个特性 就是它的速度 因为你如果想到这个速度跑快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灵活的修改 老师 这怎么这么麻烦呢 没办法啊 因为我们写东西 它就是 这个都是麻烦 人活的都麻烦了 还别说其他的呢 但一个什么呢 speed 就可以了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指南的速度 你又可以控制住了 很好 好 下面这个呢 就是1的话 就应该是向右面 向右面其实就是x 加上一个speed 注意break一定要有 break一定要有 B-R-E-A-K B-R-E-A-K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向下的 那就是y加了speed 好 同样break 走着 最后这个是冲 这个左边 左边那就应该是x-吧 我记得是spe的 注意还是那个break 别管他后面 有没有那个defaultbreak 好 这样就不听 但问题就来了 有声老师 那你这样的话 这个子弹就永远不死了 对 这地方还有个麻烦事了 你这个子弹 如果说它永远不死 就永远不会退出 个外循环 会有麻烦的 到时候我们会想一个办法 来控制住它 但先不用去管它 待会再说 就有一个问题 都在这了 子弹 何时死亡 因为 因为你不让他死亡的话 他永远都是活在这地方 因为他永远 永远活在 活在这个人民的心里面 他都不行了 他永远在这 不行了 所以说他到时候 显示不出来了 但是他仍然存在的 所以这地方 留在这地方 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待会我们再说 这地方怎么办 待会我们再说 这个地方怎么办 所以这一个子弹飘出去 他设计的知识点 还是蛮多的 好 现在呢 反正子弹可以飘起来了 我们现在接着往这边走 大家看 子弹已经做成一个线程了 好了 我们看这走 我们知道子弹创建的时候在哪 那么这个线程就在那启动 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这个和现实生活中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子弹创建是在哪 创建的呢 不用着急 大家看 如果看着有点乱的话 你就回到这个panel 我觉得应该是在 这个位置创建的 果然在这 大家看 设在 ending 里面 设在ending 里面 我们点开这里面 只能是在这儿创建的 那太好了 那我有办法了 我就在这儿去创建它 启动它不就完了吗 那么因为 不管是哪句话都会有创建 所以说我想一个巧妙的办法 tsredt等于6一个 因为我要启动它 没有办法 那就干什么呢 这里 咱们来个t点 10大 启动我们这个 好像每个地方都要启动 是吧 每个地方都启动的话 干脆性的 放在最后去 不对 它要不匹配上才行 这个地方 咱们得想一个办法 要不这样子 就直接拿到switch的 这后面可不可以 大家看我这个这样写 OK 这样子相当于是启动了什么呢 把这个s放进去 对 不行 还不行 这样子不对 都把这个创建完了 直接把这个放在最下面去 把s放进去 然后呢 t点十大就可以了 这样子相当于是 启动 子弹 现成 就让这个子弹可以跑起来 好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我们这个子弹 肯定是 肯定会跑起来的 你放心 那么如何验证呢 我们在这来验证 好 我们现在如果让它不停的话 我们看看这个子弹啊 我们来走一遍 看看这个子弹飘起来没有 没有任何变化 你看我打一下截 大家看有个子弹 但是这个子弹也飘不起来 这是为什么呀 那有人都知道 是不是这个子弹的 坐标没有变化呀 而且这个子弹飘得太快了 我们这样是太恐怖了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地方啊 让这个子弹飘啊 你看这个 现在我机器都变慢了 这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让子弹 这个动作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 你不能说上来不后就让子弹 不停的剪剪 这样子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想办法 先让它休息一段时间 休息一秒太长了 经过我的测试啊 大概休息50毫秒是比较合理的 但我这个测了一下啊 就你不能 你不能让这个子弹就上来 就走 那内存是接受不了的 就50 那休息50毫秒 不然的话 你这个内存撑不撑不了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 为了看到这个效果 我们看看这个线程起来没有啊 我们做一个测试 我们看看这个子弹的坐标 有没有变化 子弹坐标 X等于我们看他有没有变化啊 再加一个Y等于 加一个Y 我们看看这启动都没有 因为我们比较关心这个事情 稍稍有点繁琐 但是把这个突破过去啊 咱们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按下截 现在我还没按截啊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子弹坐标真的是在不停的跑 因为你这个子弹没有做任何控制 它肯定是一直向下面跑下去 可是很遗憾的 就这个子弹为什么没没有看到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对 你虽然说这个子弹的坐标在不停变化 可是你忘了 最前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子弹要看到有动态 这个函数要不停的重回 这就麻烦了 好了 我们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你如何让这个碰的函数 每个一定时间就去刷新 让这个碰的函数走一遍的话 你这个界面 它就动起来了 那现在大家可能知道 韩老师下一步要准备 把这个家伙也做成一个县城 哎呦老师 这个为什么做成县城 因为要去重跪的动作 是要在这个这个攀子上面发生的 你如果不把它做成一个县城的话 这个碰的函数你掉不起来 这个大清 这个画本啊 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刷新体 你们看电影也好 看电视也好 其实那个屏幕本身就在不停的刷新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应当立马将其实现 马上就做完了 我把这个一走的话 子弹马上就飘起来了啊 好 各位同学请看 写完了 写完了过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加上你一句话 做这儿 转函数 就是每隔100毫秒 好 毫秒 去干什么呢 重划 重划 重划什么呢 咱们要去重汇这个子弹 那就很轻松了 外循环 处 好 当然你上来过后一定要休息一下 不休息的话 这是 那肯定就是太吓人了 这个 那么 实在的点 sleep 经过我的这个测试啊 我发现100毫秒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呢 做完了过后 掉一个重汇的动作就是 如何让它重汇啊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那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Vpens 好 代码写完 子弹 应该说不出任何问题的话 应该动起来了 应该动起来了 大家请看 怎么没动呢 哦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虽然这个panel已然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是一个县程的 可是你没启动这个县程 大家能跟上我的思路吗 其内知识点都是有的 就是说 零碎单点一个知识点 大家都都明白 你这个panel 确实是一个runable 可是你没启动它呀 你没启动 那个run函数它是不会跑的呀 所以言外之意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啊 各位同学 你这个panel做好了过后 你还得启动 启动 mp 现成 所以我们就这么一点点知识难点啊 注意看 不用 不用怕 不用怕 接着往下走 我们把哪个方形去呢 把mp放进去 启动它 完事了 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县程就应该启动起来了 各位同学 再看一下 可能你看这个子弹被打中了 它也没反应 你看我 我往这边打啊 我往左边打 看看有没有OK啊 看左边走 也是OK的 飘出去了 再打一颗那个子弹 马上就没有了 这个子弹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我说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子弹比较 坦克比较原始啊 他就只能打一颗子弹 这是文明之识 他是一个非常散联的坦克 没那么狠 打出去一颗子弹 可是随着你的打击吧 你会发现你的内装 越来越耗费的厉害了 你打一颗子弹 这个子弹永远在这儿跑 大家看 有颗子弹已经跑到了 负的多少多少倍 就是已经跑到了 那个上楼去了 所以那种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大家看 枪架跑也是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请个同学来考虑一个问题了 老师你这儿讲了半天 好像我们也明白一点东西了 那现在呢 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 这可能它是不会停止的 我们这个地方啊 对这个子弹的处理啊 显然是还缺乏一个逻辑 子弹核是死亡 我们现在怎么来认为这个 这个弹 这个子弹死亡了呢 当这个子弹碰到边缘的时候 碰到这个边框的时候 或者这个子弹碰到敌人坦克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它死亡了 对吧 这个肯定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因为你 你不能说是这个子弹 一直往前面打下去 永不停止 所以说 我们认为这个坦克应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就是是否还活着 那么那有时候老师你怎么办呢 很好办 我写个意识 默认当然是先活着的 现在我们就要想办法 在某一个时间 让他判断子弹是否死亡了 那有一个老师这个怎么做呢 是 我们怎么去判断 子弹是否死亡了呢 各位同学请看 大家想 子弹是否死亡 是不是我在这旺函数 就可以 已然可以搞定 那个老师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这样可以拿到坐标的这个 这个子弹的X和Y子 你当然就有办法能够控制它 是不是到达边缘了呀 那我这写一个函数 你这么一看 基本上就能够明白 这代码可能还有一些缺陷 但是不要紧 我们大概一点都完善 比如说现在判断 该 子弹 老师你这怎么判断啊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肯定是跟不上了 判断该子能是否碰到 碰到什么呢 碰到我们墙那个边缘了 我现在还没让他去碰那个敌人的坦克 加上敌人坦克 那还有另外一个思路 那就怎么办呢 就这样写 EVE 大家看我的思路 对不对啊 如果X 如果X 干什么 小于0 他如果小于0 说明他已然到哪里去了 到这头去了 或者 X大于多少 400 因为我那个宽是 宽是400 高是300 或者什么 Y怎么样 Y小于0 或者怎么样 Y大于多少 30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判断 就完事了吗 那我说 讲什么长度 长度无所谓 可能是这么一点点 因为我长度本身就1 一个像素 问题不大 如果我这个子弹有长度的话 你要考虑长度的问题 好 只要一看到这个条件 没说的 Poic 完事了 这就好 或者你来一句话 就是你可以这样来写一句话 就直接给他 Z10.E5 先给他做一个False 那游老师你为什么要加个False呢 加个False我有好处 我在那边就不需要再画了 然后呢 我就干什么呢 我就break了 大家看看 能不能跟上老师思路 其实 其实这个代码就已经写完了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到这边来运行 好 各位同学请看 我打出一个结 可以看 他现在还在下面还在打 死了 那游老师这个 他为什么Y碰到负一才走呢 他这边好像每次都 都少了一个像素的 有像素 这块呢 大家把它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再看 我打这边 我打这边 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了 每次好像多那么一点点 就是那个多了一个像素 这个呢 无声大雅 你如果说做的不是很精确的话 没有关系 如果你一定要精确的话 你把那个宽度稍微减一个像素就可以了 因为他子弹有一个子弹占一个什么呀 子弹占一个像素位 对吧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应该可以理解 子弹占一个像素位 所以他每次就会多出那么一个像素 好了 经过这盘导致呢 我们为了把代码写得再漂亮一点 这地方应该加一个逻辑 加一个什么逻辑啊 大家看 你不要傻乎 啊 这里有一个判断 不等于空才去化 那再加一个条件 再加一个一字 点一字内容 要等于处 要等于我一旦受为那个fals 他就不去化了 这样他就不会浪费 呃 画画图这个资源了 好 基本上我们这个子弹打击已经出来了 只能打击出来了 我们再欣赏一下啊 基本上就出来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子弹速度太慢了 那很好办 你把这个子弹速度调快一点就行了 子弹的速度调整了 子弹的速度调整是在 short里面 你把这个稍微调整一下 他只能会飘得很快 大家请看 我可以看到他跑得很快很快 打一个 是吧 打死了 再来一个 子弹很快 那他没反应的时候 我们把他打死掉了 好了 经过这一番倒腾啊 我们呃 我们把我们这个什么呀 就是说 学到这个线程技术呢 灵活的运用到我们这个实际的项目里面去了 当然了 在运用过程中呢 你这里面最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分析 分析完要写代码 这会在大家比较有一定的难度 这样子啊 呃 我们还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我们就留下这个小时 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呃 想想办法 把这个发射子弹这个功能添加到自己的坦克 大战里面去 待会我把这个项目啊 还有写的代码也给大家共享一下 最好是先凭自己的印象 写 然后呢 再看看老师的代码 好 我们